亞洲藝術文獻父在7月5日舉辦的開放週末 主題是繪畫與歷史 在這個星期六中有各種不同的活動進行 包括展覽拼湊亞洲和邊就邊畫上環漫漫遊、出足寫等 今次的邊就邊畫活動是和活現香港、香港齊齊畫合辦的 導賞完藝術家和建築師將會帶領學員帶著畫寶 在上環不同景點裡遊走 由水坑口街走到香港醫學博物館 藉由仔細觀察街道景觀 回數這個地區一點一滴的歷史 首先上環是香港其中一個最古老的區域 香港一開埠以來,第一個城市的發展就是中上環 上環當年是畫為華人的居住區 這些歷史其實是在1841年已經開始 但到時至今日好像已經沾滑在人海裏面 既然是全香港最歷史悠久的一個時區 是否到今時今,即是一百七十幾年之後 我們應該要再畫出來去看它這個歷史的文理是怎樣的 為什麼我們會用繪畫這另外一個方法去尋找我們的歷史呢 就是因為除了走走走走走 聽人家說,如果你用手和你自己的眼睛去看清楚地方 如果你一直在聽的時候,你用手去探索這個地方 其實那個感受就會深入一點 今天我們不是教別人怎樣畫 就是很多學校都在教別人畫為東西 只不過我想我跟中華在談 今天最重要的是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慢慢去,就好像有一個adventure在香港那樣 就慢慢去explore這個地方 那麼重要的是我們大家 就是透過Walk in Hong Kong的故事之中 就是有一個enjoyment 有一個response to我們的環境和我們的歷史 我們最主要都是其實想透過大家 透過行街和畫畫 觀察過程是最重要的 不是最後說你的那張畫漂亮不漂亮 而是透過你逛街這麼慢兩個小時 慢慢走慢慢畫 你對於某一些東西的觀察 其實不是真的你也想做得到的 這個過程之中就會令到你想想 我們香港的發展是真的發展得很快的 你見這一區其實那個變化的速度 是快也很重要的 譬如我們有一次我們去做rexyl 想找一堂堂出來 但是發現原來在這裡是沒有的了 基本上是很難找到的 我們覺得好像跟時間競賽 我們很想去畫過以前的東西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已經一直在消失 所以我們會更加珍惜 還有更加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 畫得多少得多少